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答了美国和台湾华文媒体记者的提问 记者问他到访洛杉矶华部中华会馆 是否有蓝白河的选项 他表示个人不应该凌驾台湾的利益 为台湾好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两岸关系问题 他回答记者道 但是我们认为说 两岸之间有相同的历史与的重要情况 所以通常是这样 没有正义的不坚处 比如说我们的化了体育的交流是被坚重 经济上面的交流是破灭 所以说政治上 如果正义还打得百分之 所以总是要有一个循序坚决 没有正义的不坚处 晚宴高潮时刻 柯文哲亲自为南加州选择之友会的顾问们颁发品书 并邀请所有南加州的顾问登台 随后向南加州选择之友会会长肖成尧授旗 南加州选择之友会正式宣告成立 加州共和党籍参议员 Dick Ackerman Yoba Linda是议员 Janice Lim Diamond Barr是议员 邓嘉游医师 核桃市议员秦振国 前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总会长汪俊宇 大洛杉矩旅馆协会创会会长杨茂生等嘉宾出席 全美电视台记者安纳罕采访报道